比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郭外奔讲话有点有气无力 为什么有气无力呢 指数又跌掉了90几点 8501再度的失守 甚至连8433的前低也跌破了 这种行情看起来真的是很悲哀 因为我们看昨天纳斯达克是涨的 而且在所有均线的上方 全球股市其实都还在一个多头的轨道里 并没有失控 台股早就远离了多头 到了什么地方呢 郭白党在礼拜一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是月K线图 那么9809跟920的下降趋势线 在今年3月突破之后 那么它就应该由压力变为支撑 可是回撤到支撑的边缘上 另外6609跟7050连线 这是原始的上升趋势线 它的位置也在8501 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礼拜一是跌破8501 缩脚收在8501的上方 我们把这边放大来看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它还有一点点的回旋空间 很少 到了今天我们再来看 已经没有回旋空间了 看到没有 已经告诉你正式跌破了 从这边来看 行情是多头市场结束 从这边来看 KD指标开口已经开始放大 代表整个空方的势力非常的强 不过我也可以跟观众朋友说 当这个开口放大之后 它一定会有缩小开口的一个动作 代表什么呢 就是走空的行情里面 会有一个小反弹 这个小反弹 我指的是月线的反弹 所以从这边去看的话 其实8月份还是有反弹的机会 只是反弹的时间点 昨天秀给大家看 我们对8月份的盘式操作 跟这个行情走势 我的一个分析稿 8月中旬以后 是比较恰当的时间 因为现在要反映着 有7月份的营收 有上半年的季报 还有一些法说会 公布出来的营收数字 好的股价不见得有强烈的反应 往上面供 不好的 马上就跌个停板给你看 这个上半年的一个货率数字 公布很漂亮的 大家还去看一下 你7月份好不好 不好 那么他也是跌个停板给你看 大力光 半年报不错 7月份的营收也不错 他下修了8月份 今天也可以打到跌停板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昨天的光环冲到掌停板 红杰科开低走高 拿出长红棒 昨天的PA族群表现得不错 昨天的光通信族群表现得也不错 这两个都是内资 主力最喜欢玩的两大族群 内资包括什么呢 包括主力 包括实户 包括大户 包括自营商 包括投信 那么既然是PA这个族群 跟光通信的族群上来了 代表主力回来了 所以昨天的反弹 是这两个族群带动的 就是主力的 回到市场的一个代表 可是郭班长 过去在市场待了四十几年 主力在想什么 主力怎么做 郭班长清楚得很 所以我在我昨天的领先报 跟大家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昨天的领先报 我们写的是什么话呢 大家看清楚 看到没有 内资是促成反弹的功成 缺点是内资啊 经常是打带跑 有赚就跑 或者边拉边看 有人跟的时候就拉 没有人跟 他就落跑 大家懂我意思吗 昨天PA族群非常强 今天打到这天板 昨天非常强的洪杰克 今天也是一叉忽图 滑星光 都很难看啦 这代表郭班长讲的 他们是打带跑 看到没有 打带跑 有赚就跑 如果今天开盘看一看 气氛好不好 不好也跑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这个盘真的是很难操作 很难操作 我也跟投资朋友说了 跌身了 指数修正了1500多点 融资杀掉了600多亿 在这种情况之下 季线的富贵离 超过了8%以上 按照过去的例子 它都会有反弹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的反弹 都这么弱 都这么弱 其实很简单 因为融资 它水位 所来到的位置 是融资为之力 很低的一个地方 这边只要有一根小黑线下来 或者有一个阻力落跑 它马上就造成一个扩散效应 一大堆股票 杀到了跌停板 那么就造成融资再断头 所以行情为什么跌跌不修呢 就是内资在落跑 我们再看几个 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好了 大力光 大力光啊 别的不要讲 这边到这边 3700多块 跌到2700多块 跌掉了1000块钱 我们不要用计算机 用老袋啊 心算一下 就知道它跌幅超过20% 进入了空头市场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 这叫不叫头部 股王都变成头部出现了 高价股 谁带完的 绝对不是看电视的你带完 也不是国民党带着会员 去玩的一些族群 除了我的总统会员之外 那么这都是谁带完 都是大户在玩 那么你看大力光打到了跌停板 我们接着来看好了 高价股 打到跌停板 力旺 打到了跌停板 普瑞打到了跌停板 这都是高价股 这都是高价股 逐利在烙袍 逐利在烙袍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昨天我语重清常跟他讲 你要强反弹的时候 要记得一句话 高融资余额的股票不要去碰 高融资使用率的股票不要去碰 最近跌深的股票不要去碰 因为这很容易断头 低融资维持率的股票 也不要去碰 除此之外 我口头大概跟大家带了两个 第一个 内资超多的股票不要去碰 财报还没有公布的股票 不要去碰 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有地雷 这都是经验谈啊 大家或许觉得 那我能碰什么呢 跟着国办长碰吧 国办长会告诉你怎么去玩 今天大盘指数跌多少点啊 收盘跌了92点 最低的时候跌了137点 也就是说 今天的盘是不好的 跌天板的股票也不少 可是 有一只股票给大家看一下 汉平 涨停板是28块2毛5 它最高价来到哪里 28块2毛 差一档 差五分钱涨停板 在这么烂的盘市里面 还会有这种股票 观众朋友会问 每天都有跟大盘走私不一样的啊 问题是你国办长有没有带着我们去操作啊 你有没有让你的会员去买啊 你有没有告诉大家这只股票可以去买啊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汉平 大家都知道国办长最近做空的时间比较多 很少做多 那么你推荐的汉平是做多还是做空呢 看看这边的字 打底超过半年 目前所有的中唐军线全面的回升 另外什么呢 看到没有 呈现按多头的排列 KD指标跟股价同步建高 没有背离 它代表还会有创高的能力 在月线跟季线之间布局做多 当时的股价在这边 那么它有没有来到月线跟季线中间呢 有没有来到月线跟季线中间 到今天为止 它均线还是多头排列 到现在为止 它的指标还是在往上面走 也就是说大盘已经走空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说想做多头的话 刚刚不是讲吗 哪些股票不能碰 一大堆不能碰 你问国班长 有没有可以碰的股票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最近推荐给会员的股票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在什么地方买 为什么要去买 而它的股价就是这么凶悍 不敢说是万绿从中一点红 但是能够立势维持多头的轨道 在现阶段的行情里面 就是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 所以国班长不一定说 一定要去做空 国班长的会员也跟国班长提到 实在不太习惯 我说不是你习惯不习惯 如果说你习惯做多的话 那么现在的机会点比较少 一千多只股票里面 维持多头形态的股票 不到百分之一 很难找 也就是一千多档股票里面 维持多头排列的股票 不到十只 百分之一都不到 百分之九十的股票 都是走偏空整理 或者干脆就直接走空 所以我们做空的时间会多一点 做多呢 抓到机会 绝不放过 这就是国班长 一再跟观众朋友说的 灵活操作 多空双向 今天让你看到的 除了我们 在上个礼拜 到这个礼拜 所空的一些个股之外 我们还是有多单 还是有多单 只是说 在多空双向的过程里面 在比例上面 做多 股票少一点 做空 股票多一点 一直等到整个盘式 你告诉我 趋势开始翻多了 趋势开始翻多了 转折出现了 我自然给你选 偏多的个股 而现阶段来讲的话 沙里掏金 掏出个一只两只 不太容易 但是挑空的股票 扶手皆是 满地都是可以空的个股 可是观众朋友说 在这边 你还会带我去空吗 会 但是不是随便盲目的空 因为到底整个大盘的 富贵力够大 而且融资减得600亿够多 第三个 指数下跌的幅度够深 在这边 行情确实有 酝酿反弹的机会 所以你跟着郭班长操作 我们会在对的时间点 做对的动作 如果说 在这个时间点 你觉得要 跟郭班长操作 或许你会觉得 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成熟 那么最起码 你要看一看郭班长的领先报 郭班长的领先报 会告诉你 该买什么股票 然后呢 该去融券放空 什么样的股票 很清楚地告诉你 这样子你在操作过程中 就不会做错方向 如果说你不习惯 做空 那么最起码 我叫你融券放空 同亨的时候 你不会去做多同亨 如果说最近大盘 跌得鼻青脸肿 你觉得很可怕的时候 不敢做多 那么最起码 你去空股票的时候 你不会说郭班长 叫你做多的股票 你老去放空 对不对 所以你至少要看 郭班长的股市领先报 郭班长跟你说过 行情不好 投资朋友亏损累累 我希望你能赚钱 所以我的股市领先报 公司方面 是给我一个权限 你可以在节目中 告诉观众朋友说 这个时候 加入股市领先报的会员 我们会给你很大的优惠 让你用很低廉的代价 可以取得最宝贵的资讯 希望你能够好好利用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1111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赋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豪华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买起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庆现任时事中 在我们脏欲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是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也蛮难过的 因为在这一波 一千五百多年以上的下跌过程中 确实伤到了很多投资人 但是除非你离开了这个市场 你要留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机会 反败为胜不是嘴巴说的 是要做的 要做得到的 所以你必须找做得到 能够让你反败为胜的一些 正确的讯息 正确的观念 跟正确的操作 这就是国班长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又回到了投资市场来 明明知道投资市场现在是 非常非常难赚钱的时间点 但是我希望用我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操作上的心得 您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至少您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至于在该做多的时候 你去做空 也不至于在做空的时候 你去融资做多 太危险了 领先报的内容增加了很多 除了大盘的研判 各股的推荐之外 我们最近增加了一个 从上证看入股 这是在这个礼拜一 我们建议入股 可以对ETF偏多操作 偏多操作 礼拜二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虽然五日线跟十日线 还有连线都回升了 但是整个量能来讲的话 不够 所以它没有力量去冲过月线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可以先走一趟 来回操作 到了昨天 目前的路股横向整理 多空没有明确的表态 整体评估 它是在主体的阶段 所以相关的ETF 该怎么操作呢 你要选到对的股票 这就是国办长告诉你 除了股票之外 所有在我们台湾挂牌的一些 ETF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金融商品也好 我都给你想办法 去寻找一些获利的机会 除了股票之外 我在我的领先报里面 特别增加这么一个单元 从上证看路股 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国办长的一个建议里面了解 ETF怎么做 为什么说 ETF路股没有方向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横盘的 大趋势来说 连线是稳定上升 那么这边 应该是低点 可是 中波段的角度来看呢 季线在下压 它上不去 它还在整理 短线来讲的话 月线是平的 五日线也是平的 所以你无法确定它是会上还是会下 它就是整理 既然整理 你的做法是什么 就来回跑嘛 辛苦一点来回跑嘛 大家懂我意思吗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只是看你有没有人 在关键时间点提醒你而已 国办长领先报 就是要提醒大家该怎么去玩 国办长下个礼拜一 运邀到上海去演讲 我在五月份去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五千点以上都是卖点 当时的人 我在整个演讲过程中 掌声不断 只有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下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没有掌声 没有掌声代表什么意思呢 大家不相信 我在上面跟大家说 按照技术面 他要回撤六年的警线 三四七八 大家认为国办长 你台湾人看大陆股市 到底有一点点的隔阂 看不准 结果回下来之后 电话来了 密集的电话来了 郭先生 请你再来上海 告诉我们下一步路股会怎么走 这就是经验 我虽然不在大陆做上海股市 可是国办长的技术分析 可以去把上海股市的涨跌 时间点位置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下个礼拜一 我会到上海去做一个演讲 就是谈路股 那么你要做ETF的话 你就必须要看国办长的从上阵 看入股 时间不多 我也不想去说最近的股票 谁好谁不好 反正啊 从大盘的角度来看 今天是破底的 而这个破底啊 告诉你整个修正还在持续进行中 有背离 也有副管理过大 也有融资断头 造成筹码的卖牙减缓 这些都有 可是不代表它止跌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所以 我也不要去秀 我哪一天去空同亨 我哪一天去秀 去空TPK 或者说 我哪一天去买 汉坪 看到没有 大跌137点的情况之下 会有这种走势出现 你相信吗 这就叫做 趋势转折下面的一个悬股 对投资朋友来讲啊 国办长也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时间点 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甚至股票操作的信心啊 都逐渐溃散了 没有信心了 很正常 因为一直犯错 或者一直被修理 总会有这种心理存在 所以国办长只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就是你锁定 国办长的节目 每天 挑你比较方便的时间 去收看 然后在节目中 从国办长这边 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 给您做参考 相信对您的操作上 对您对整个盘子的研判上 会有正确的帮助 所以你可以锁定这些时间 来收看 第二个 你可以去看 国办长的领先报 看国办长的领先报 哪些股票该买 哪些股票该空 你可以很清楚地掌握住 这样子你至少不会成为输家 而是迈入赢家的行列 国办长祝福您在市场里面 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赢家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降一度 降两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一台不需要安装冷媒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可以学习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媒 感兴趣 感谢观看